副委員剛剛所講的齁 但是我們是十分鐘的 不是八分鐘的 八加二 我們每次都十分鐘 不是 別人是十加二 我們就八加二 哎呦 八加二 別人也有八加二的了 好 這個 這個請一下 我們主席請一下那個 經管會的那個吳副主委 還有那個李部長好不好 吳副主委 李部長 請 賴委員早 是 我們看到現在全球的金融市場 由於這個歐債的問題啊 希臘公投 希臘丟出的公投 本來昨天彭總裁講的看起來 好像要通過機會不大 不過今天來講這個希臘 這個國家就一副耍賴 就認為你把我撿一半不夠 最好是不要錢不要緩 看樣子很厲害 欠錢的最大 欠錢的最大 那這個情況之下 這個昨天彭總裁講了一句話 如果真的希臘公投 真的對群球來講 金融市場一定是一個 是一個大的震撼蛋 那今天也有人提到說 假如真的去公投 大概台北的股市會狂跌 那國安基金也會不夠啦 價錢也不夠啦 所以我先請教吳務主委 你對於這樣子說 這個事情如果他公投 台灣的股市會狂跌 搞這事情 當然對股市我們主管機關 不宜去做任何預測 那第一點我要報告 就是說目前我們股票市場的一個 運作機制是非常正常 那我們整個國內的金融機構 對於歐洲這五國的一些這個曝險的部位 也相對是比較低 直接低啦 建設還是高啦 不能講那個來 對 那風險都是在可以控管的範圍內 直接曝險多少 目前對這五國 譬如說希臘的部分 也只有19億台幣 希臘付出 那對於希臘國債是完全 歐洲國家呢 歐洲這五個國家 我們特別統計這五個國家 大概也只有 銀行的部分大概200多一點 所以都不是很多啦 都是可承受範圍啦 對對對 控制的範圍 那股票市場最重要就是一個 不要有一些這個 未確定的一些狀況 所以我們會積極的 掌握相關國際情勢的這一些 所以這些不需要 火焰聳聽是不是 對我是覺得不需要 因為我們市場運作是非常 這個正常 現在大家更關心的 兩岸的開放的問題 那麼開放Q底 Q底到現在 他用了多少 我們開放多少用了多少 我們開放是美金五億元 目前實際投資的大概是 2.2億元左右 所以也沒有 所以換言之 其實你們真的可以放更大 也不用擔心 大家有人擔心說 唉呦 開放太多了 阿公的錢 把我們台灣賣了之後 不會有這種事情產生的 是 大家都是啊 將本求利啊 精算的不得了啦 你開放五億 他認為這裡沒搞頭 他也不會來啦 對不對就像我們開放以前 開放台灣的房地產 房屋可以讓大陸的人來買 結果那老半天幾年只有 成交一筆五百萬新台幣 所以這個東西 再商延商當然就那一段時間啦 後來當然慢慢增加啦 所以我說這裡面也根本不用那麼的擔心啦 第二個我想請李部長看一下 好那個吳主委可以請回了吧 那個那個 那個李部長啊 這個有人有人已經預估到了 說萬一真的要搞這樣子 因為看這是一個邏輯說 希臘如果搞公投就耍賴 耍賴的話他就會可能退出歐元區 退出歐元區 整個歐元整個崩掉 雖然他是小小國家 可是他他的殺傷力很大 所以來講解體 解體的時候我們國安基金怎麼付款都沒有用 這個你不要回應一下 我想國際經濟當然對我們國內經濟一定會有所影響 那這影響多大多小很多的評論 很多的這些指教 我想大家也應該很理性的去探討 是對是錯是準是不準的 可能也要做一些探討 不要說一句話就影響你一個人理性的一個抉擇 這可能非常重要 第一點 第二點我想政府尤其財政部 我們本以我們的職權 隨時都來審慎的觀察 密切的做必要的一些因應措施 所以現在國安基金剛剛 根本不需要鬥嘛 目前對不對 看起來成交量各方面都穩定嘛 相對來當然還可以 如果真的需要你 你底下那幾個銀行 稍微的去 稍微的去 去注意一下他就夠了吧 因為所有的投資者 或是公主事業機構 他都會本於他本身的財務需求 財務狀況 以及投資的這種抉擇做必要的處理 第二個我想跟你講一下一個東西 我今天自己說這個法 主要是 我們監察院的調查報告 從93年到98年 他特別指出來 我們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出售台北市都會地區 總共199案 其中75案都沒有任何的開發 甚至於有被轉手數次的案例 可見國有出售地 國有地的出售 涉及這招買家長期囤積草地獲利 監察院2011年1月5號 糾正通過此案 這一點講的也沒有錯 就是過去很 過去的累積嘛 那我們現在98年 就已經做了比較的改變了 所以我再給你一個數字 99年到100年9月 所出售的國有地 將近9000筆 面積169.51公頃 總金額將近300億 超過八成是讓售的啦 讓售是有特殊條件 對 讓售是什麼條件 基本上講講像依據建築法 依據建築法來的 林地合併使用 還有一些像我們在先租後售相關 我們財產法特別的規定的 這一些基本上都是小面積 已經有使用的事實 或是幾十年使用的事實 剛剛講的林地的合併使用 是建築法相關規定 那我們先租後售 國產法相關的規定 甚至特別法那個 卷宗改建的條例 我要在這裡向全國的 我們全國的大家來說明 今天修這個法是只修標售 讓售佔的 在過去的一年裡面 讓售八成了 佔了八成了 標售只有兩成了 所以我這段時間 有些人給我 大部分的學者非常支持 早就該這樣做了 民國八成了 大面積的才是標售 大家想到 唉唷那這個怎麼辦 那怎麼辦 那一些 真的大家放心 那一些基本上 通通是浪售 依據相關的規定 我這句話對吧 對 請問你 有人講說 我那個 我要都根屬於什麼 因為都根有都根條例 都根有都根條例 那也屬於浪售吧 是嗎 是屬於浪售吧 是浪或標都有 但是都根有都根條例 所以根據一個條例 來做的 所以對都根不會影響 對小面積不會影響 這些就處理對大面積的 只是避免大面積出售之後 被囤地養地 所以這個法 我們推出來媒體見報之後 其實 其實很多掌聲的啦 所以基本上 我剛才也報告 我們原則上是 認同這樣一個做法 只是後面行政作業上 做一些調整 另外一個齁 我們也不要講你 李爺爺或者李爸爸了齁 現在你知不知道 又嬰 又嬰又嬰兒 奶粉的關稅幾%你知道嗎 唉唷你關稅專家也不知道 來 一下大家看這個齁 還有 調製奶粉的關稅幾% 我告訴你齁 嬰又嬰兒關稅5%啦 調製奶粉的關稅12%啦 你要不要 因為昨天有人在比喻公 喔你什麼什麼等等的 那等於說那什麼夢想家的錢 可以讓我們的 什麼什麼嬰孩 喝什麼冬天的什麼鮮爐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你要不要齁 我當然不是針對他啦齁 我說李部長 這齁 沒花幾錢啦 為了我們小孩 這小孩已經太少了 齁大家不生小孩啦 應用我的關稅全眠啦 可以嗎 5%都不用 因為我基本上 來你可以數字多少錢 但錢多錢少不重要 一點點而已啊 對沒有錯 關鍵 是個事 是個事啊 對對我想這個委員講沒有錯 但是關稅稅率 為什麼要定5%12%不同的稅率 它基本上是國內產業的保護 或是物價等等各種因素 那我們只是負責執行 所以今天關稅稅率的調整 機動的調整 必須回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對產業對物價 我問你齁 一起來看 調教奶粉關稅能不能夠平易 乳價上漲 能夠發揮一點效果 可以啊 可以發揮一些效果 可以的話就該做啊 沒有錯 所以過去也都有事實的來做啊 對嘛 現在已經差不多時候了 所以我們最近會開委員會來檢討 我沒有跟你講那個奶粉 調製奶粉的關稅12% 我覺得那個有另外考量 但是對於 應用的奶粉 是是 真的可以不要了啦 5%關稅一點點 那種你的意義是很強的 代表這個李部長真的體貼名義啦 對 這個當然 民法民謀啦 我們關稅最近只能一直都是找條件的方向去走 去走 那問題還是國內產 因為這牽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對我們本體 國內的產業 要做一些必要的一些因應措施 所以它是會影響兩面的啦 所以確定可以調吧 確定可以調 因為這個要經過委員會 我這裡也沒辦法把答案講出來 哪一個委員會 就是關稅稅率 那個委員會 它有個機制的 從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公會 你是部長啊 你部長一個政策宣示 我覺得有用 我們說不定明天 你那行政就叫你調了 我跟你說 你現在比較大聲自己說 就是為了照顧我們下一代 我們要尊重相關的行政作業嘛 所以 你不敢決定就對了 但是方向同意吧 方向當然同意 事實上我們的機制也是這樣子嘛 我們的機制就是要委員會 對不起啊 我另外請一個那個 黃市長好不好 再給我一分鐘 黃市長 好 黃市長 市長 現在對五星價有業者提出彈性公時齁 其實 就我們叫氣管的啦 一般來講 所謂的彈性公時講的是 彈性上班時間啦 彈性上班就是有的研發人員 他不一定 他想到一個好的創意 他就跑去實驗室了 或者跑去他的這個研究室 他的工作室 一做可能今天做十二個小時 明天就少做一點啦 明天就做這個四個小時啊 是這樣的一個方式 讓你調整調整 調整到一個禮拜 目前是可以兩個禮拜嘛對不對 是 我們 我們當然一年 我是覺得有點長啦齁 次長 我覺得你今天來不是只有來這裡喔 我覺得 你是經濟部的次長啊 哪一天可能還在生喔 你今天很重要一個東西啊 就你長期的這樣子 認知或者你的觀察或者你的工作 調整一年是不是太長了一點 以目前的氛圍一年可能不被大多數人 好 那我們就採個折衷吧 我覺得採取一計好了 或者一個月 從兩個禮拜 兩個兩個禮拜 放寬了一個月 最少應該可以放寬一個月 我跟委員報告這個問題 因為涉及到滿專業 比方說 你這個淡季的時候 要精算啦 那麼旺季的時候一定是加班嘛 我知道 加班到底是怎麼算啊 或者怎麼樣 會不會讓 會不會那個地方還有規範 所以我覺得月主是希望提出一年啦 這個老爾會是兩週 我覺得中間可以取得一個平衡點啦 這週應該不難啦 我覺得最少最少 比如說取在每一季 因為你每個月調整其實一季可以的啦 以我們在企業的經營來講的話 一季調整已經相當多了 不可能說這一季通通沒有工作 下一季通通工作 這種情況老實講也不多啦 每個月上下可能有 但是一季裡面我覺得應該合理啦 我這樣分析你同意嗎 是因為最近這個景氣的波動比較 來得快去得快 好像這個現象 跟過去又不一樣啊 所以可能企業在因應這個景氣波動變化的時候 真的需要考慮這個問題 對 所以你對一季沒有看法 對我原建議我覺得這個是 但是這個要稍微跟各方面來談 我覺得你要趕快精算出來好不好 你們要趕快去算 好 哪一個情況最可能發生 我認為 我直覺感覺 一季當然 也許 哪一方還不太同意啦 但是我覺得 如果取得平衡點 一季應該大家可以接受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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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